这一组也很厉害 为了让大朋友小朋友 有个充实愉快的假日时光 而不是大人小孩 手机平板拿在手 错过了珍贵的相处时间 立法委员吴秉睿 和地方民意代表合作 来到土城的清晰里 特别安排让孩子使用想象力 玩出大大创意来的积木班课程 现在做一些亲子活动 尤其积木是一个创意无限 可以自由发挥的这样子的游戏 所以让小朋友有机会 能够好好的玩的话 也可以刺激他们的创造力 那今天举办这个活动的重要的目的 就是要大家玩得快乐 因为马上已经开学了 小朋友在假日的时候 能够有一个好玩的地方 父母亲可以带他去玩 这也是一个好事情 吴秉睿委员小时候喜欢玩积木 觉得积木是很有创造性的东西 举办活动的重点 是希望小朋友要玩得快乐 发挥想象力 去做出各种有趣的积木来 这中间没有对与错 还有小朋友和大朋友的珍贵亲子时间 非常感谢我们的吴秉睿立委 对这些小孩子非常的赞助 所以说他成立一个大饼工作坊 就是积木班 我也希望由今天我们土神这些 小朋友们开始 我们能扩大 一直办下去 所以说给小孩子 就是有一个快乐的童年 自己还喜欢积木做什么就有什么这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有意问鼎新北市长宝座的民进党立委吴秉睿 以大饼工坊积木班跑遍的新北市各地来举办 与玩积木的好处和大小朋友来做互动 暂时不谈选举 先和大家一起透过活动 把亲子关系培养好比较实在 中家新闻 065 刘凡刚 土城报道